不過我們來看到 現在在整個 全球電源政治的風險 要特別關注的是在美國 在今年底的總統大選 我們要請教唐老師 川普最近在他的造勢活動 對 支持者說 如果十一月大選 他如果是失敗了 就會血流成河 為什麼會這樣講 他到底是會大約很擔心 他會變成一個 怎麼樣的不定時炸彈 這個我聽了 確實感覺到非常的驚悚 他這個不只是唯言聳聽 而是什麼呢 出言恐嚇 恐嚇你們這些投票的人 要不要注意 如果說我漏血的話 漏血流成河 那就完蛋了 你們注意 這個就是語不禁人事不休 所以我們來檢討一下 川普他曾經當過總統 他不是剛出來的人 剛出道的人 如此摧殘美國的政治文化 我看這個是前所未有 那可是呢 我們更進一步的來觀察他的話 我覺得他這個話 他說的這些話 他的這個言行舉止 並非無所本 第一個 前幾天的這個 所謂的超級星期二 我們看到了 那個是跟旋風一樣的 他碾壓了他的對手海力 那這不得了了 而且那個差距 很大 非常大 對不對 那個根本就 海力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 可以這樣說 他有固者真的很多 對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很多川粉 都認為 跟他一樣 跟川普一樣 上次的選舉 是被做掉的 這股氣還在 意思就是說 他們因為上次吃虧了 被騙了 所以累積了相當的 這個所謂的負面能量 正準備爆發 他要找一個空隙 萬一 對 但是是在疫情期間 他們一直對這個投票 郵寄的方式 他們有很大 有很大的意見 對 這個投票 現在 因為全世界投票 台灣也投票 對不對 現在歐洲國家都覺得說 他們那邊投票都沒問題 台灣也沒問題 好了 現在那些歐洲人 反而覺得說 這次美國的投票 會不會有問題 不知道 是一個大問號 是 有可能會爆發動亂 就是萬一有一些 什麼樣的小的差錯 就像上次一樣 誰曉得 那搞不清楚的 對不對 可是萬一 可是因為這個能量 已經累積到了一個 相當的程度了 所以說 這個情況是非常的危急 還有一個 就是全球民粹當道 所謂全球的話 當然就是美歐國家 我們台灣也有一點 他這個民粹 這個核心內容是什麼 就第一個反菁英 第二個反現狀 第三個反歷史 就是因為你們現在的 這些傳統政治人物 沒有把事情搞好 你譬如說 拜登搞一個 俄武戰爭 搞了兩年多了 川普怎麼說 川普說 我一當選 第二天24小時 我就結束戰爭 這個話讓人家聽起來 乍聽之下是很爽的 對不對 那你說 真的能做到 做不到呢 不知道 說不定他真的做到了 他說你這個烏克蘭你別打了 你讓這個普丁來 至少大家對這個戰士拖這麼久 已經很厭煩了 他就開這樣的一個支票 對 所以說這裡頭 就再加上他直白的這種陳述 那讓很多人聽起來 真的是覺得說 這個說不定 因為已經 大家也厭煩了 所以說 說不定他可以 做些什麼樣的 這個驚人之舉 而把這種 很混亂 令大家厭惡的這種事情 把它解決掉 那你說這個有沒有人支持 那當然有人支持 因為很多人 也搞不清楚狀況 而且還有一個 就是說 我們現在 美國人也要 把錢花在刀口上 什麼是刀口 烏克蘭是刀口嗎 不是刀口 美國的這個南部的 這些所謂的難民問題 這個才是刀口 那所以說現在 共和黨內部 他現在是塞野黨 他們已經有很多的 這種聲音 都冒出來了 說以後 你這個烏克蘭 我們不太想管了 就是說不太想給錢了 而川普講得更明白 我們剛剛說了 就立刻解決這個問題 那現在還有一個 觀察點是什麼呢 就是川普跟拜登的 我們現在看 當然是民調了 民調的支持度 現在差不多 而川普是領先一點點 是在誤差範圍內 好了 那你說這個東西 會不會容易產生問題 讓大家 如果拉很開就算了 那如果在國中之間的話 跟海力一樣 那就算了 那當然就沒問題了 那可是就是說 因為非常接近 那所以說這裡頭 我們大家都覺得 非常的擔心 那現在他又說了 他說你們這些 北約的這些國家 不給錢我不保護了 那他說如果說 他們有給錢 公平分擔費用 他還是會繼續留在北約 對 他現在就用這個來糊弄 意思就是說 有些人可能聽了他的話 他會覺得說很刺耳 可是他就說 我一定會留在北約 可是你們要出錢 要出到你們各個國家的 GDP的2% 當然不是全部 就是說GDP2%要拉到 這個是你們這個國家的 這個所謂的國防預算 國防預算 當然裡頭有一部分 是要交給北約的 那所以說這一點 又非常非常的 令很多國家非常的驚悚 好 不過要再請教唐老師 在最近為什麼 副總統當選的蕭美琴 他會以私人的身分 在美國進行訪問 那麼之後又轉往歐洲 外交部長吳釗憲 他還說了 他這個是私人行程 我說這個 怎麼可能有私人行程 再加上他現在 人又跑到歐洲去了 當然這裡頭又跟川普 可能有關連 因為歐洲人 很多國家都成立了 川普應變小組 那是不是我們要跟他 通個氣啊 萬一真的有狀況的話 那你們怎麼應變的 那我們是不是 可以來做個參考啊 這個也可能就是他 要去歐洲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